大家好 我是筒哥 你有看到後面這個場地嗎 你有看到地上這些輪胎痕嗎 沒錯喔 筒哥今天就是要來學甩尾的啦 你要知道這個 很多人以為筒哥都很會甩尾 其實沒有耶 真的沒有 可是在台灣的台中呢 有一個這麼棒的場地喔 而且還有專業的教練 可以讓筒哥來學習甩尾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一起體驗甩尾的課程囉 OK 今天在我們旁邊就是 我們的總教頭 戴小翔 小翔 筒哥好 教練好 那我們剛剛在做完室內的那些課程講解以後 我們現在要來實地操作 實地操作之前呢 我們已經聞到了這個整個賽道上面 有很多戴傲心的味道 我們是嗜血的 聞到戴傲心就會發狂 那麼這一個階段呢 是用我們的前驅車 Yaris來裝著飄移環來做這個金卡納的飄移練習 OK 那這個練習的重點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可以讓你適度地在你車輛失控的時候做出方向盤反打的自然的反射動作 然後跟油門跟煞車把它分開做個別的動作 第一個是大直線嘛對不對 然後記得我們剛剛這個圖形到最後這個彎道的時候 現在已經40公里了 好左轉 正常的如果你不踩煞車 那麼它其實是可以穩定的 好 但是呢 如果你在這個位置 你點一下煞車 欸 它就已經開始會飄走 會飄走 雖然速度是慢的 可是你就要持續的一直去控制這些動作讓它順 順了以後最後是這個繞椎 所以要注意這些車輛在反打的時間 因為你等於是要先預測這個車子 在 多久會停下來對不對 對多久會失控然後多久會停下來 甚至有的時候你在它飄移的時候 你還可以帶一下煞車的動作 欸對不對 對 真的是 就是絕對沒有像畫面的這麼輕鬆 對啊 這我跑得完嗎 可以啦 看起來好輕鬆喔 但是絕對沒有你想像那麼輕鬆喔 好 接下來就我們換頭哥來測試一下 我們就先來自己試試看囉 對 好 我看桅哥第一個動作知道是天才行 可是還是錯過了 基本功能好 trails tickets 因為其實在你煞車的點跟你轉方向同一個時間 OK 點煞跟轉是同一個時間 OK 點煞跟轉 對 它就會 車輛的動作就會出來 果然是有難度啦 沒有啦 當然是有難度 不然就不用來了 對 沒錯 因為這個金卡納包含到 車子的重心轉 你要把那個避震器的行程 算進去 它在左右壓對不對 所以在抓那個避震器行程的頂 我並沒有要去那裡 所以說失控跟飄移的不同 就是飄移是在失控的情況下 走你要走的路線 對對對 但是失控的話就是不只要要去哪裡 對對對 對 沒錯 沒錯 哇 我怎麼突然間覺得 地球今天突然間繞著我轉了好幾圈 這真的很難耶 教練 你先去跟他鬧吧 今天捅哥的表現 今天捅哥的表現算是一個天才型的車手 我不得不佩服這個超過50年駕駛紀念的老車手 果然是有實力的 為什麼 因為一般正常來受訓的學員 一開始是沒有辦法抓到這個成績的 還有很多 即將要失控之前 捅哥就馬上會反打方向反 這些動作還有那些油門 基本上就是一個賽車手的化身 老賽車手的化身 其實就是還是不合格啦 但是呢如果要這樣拍到合格 可能要這個禮拜就要住在這裡了 這大概是六年了 哈哈哈哈哈哈 okok 好那我們就下一個關卡囉 好那下一個關卡我們就要進行正式的 手排後驅車的飄移動作 ok 我們現在當汽車在飄移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檔的話 就是中間這個Logo 二檔的話就是這個Airbag 這個Logo的圈 三檔就是這個圈 ok 那麼所謂的我們為什麼要學習這種 基本的動作要化圓呢 就是因為當你延伸 同樣的動作用一檔 用二檔用三檔 當你用二檔或三檔的時候 你把它切成四分之一 它就是一個衰尾過彎 飄移過彎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要從小開始學學 然後只是增加檔位速度變快 你就變成都會那一些 汽車在飄移的動作 ok 好 那麼首先呢 第一個是要拉轉速 然後 馬上我們所謂的 彈離合器嘛對不對 好那彈Double Clutch的這個時間點 油門全下 全下了以後 開始 打你要的方向 然後再右方打 ok 好 那麼 只有一個重點 對於童哥來說 就是 你在目標物的平行線 要開始做動作那一下 要有決心 就是要真的轉進去 對 真的轉進去 好我們現在 到了這個目標物的平行線 往右一點 這裡我就要轉進去 彈著油門 彈著彈著 維持在五六肩轉 然後做一個轉身 好 一開始應該是一個掉頭 只有一個 因為我們會擺這個圖形 第一階其實是四個追桶距離 OK 我們直線行駛 一二三四 四個追桶 好 掉頭 這就感覺是在東區的夜店 一個回頭的動作 是 就可以得到很多LINE的 回頭 這是練習盤的第二階的動作 好 然後 第二個階段才會是 兩個追桶做化園的練習 就先半圈 先練習半圈 對 先半圈 然後車輛不要 過頭 對對對 那 最後的怎麼讓它收挺 你車輛 屁股一甩出去對不對 你收油 它恢復抓滴力就會回來 所以你要預知你要挺的時間 提早收油 提早收油 讓它 像這個我們看室內動作 看室內動作 放了 放了 好 OK 車輛有出去就放了 如果你要繼續持續這個動作 你就再踩 再踩 OK 對 再慢 再慢 要再慢 再慢 好 來 不行嗎對不對 這就是Under 對 對對對 這是Under 就是不夠 對 對 一出去那一下就沒有Under 所以 我剛剛的動作會先左再右 出去 對 先左再又屁股出去 這個就是也是Under啊 對啊對啊 也是Under 就是Under 這一次是點不準 對 就是你先打方向踩踩 啊 啊 對 要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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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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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時候其實還沒打 還沒打 還沒打 對 其實還沒打方向 還沒打方向 不然 慢 或者說 殺 有了 有沒有 有了 對對對 好 現在呢 基本上這些動作都能完成 我們現在去第二個課堂 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是 單一支的定人 okok 對對對 好 好 我現在要這一支 對對對 到這個平行線的時候 做一個比較清楚的動作 對 1 2 3 放 然後 拆 拆 再來一次 好 用身體去感覺 然後看室內的動作就好 對就是不要 不要幹往外面 對對對 好我現在再點著油門 油門 慢慢的 在這裡 1 2 3 放 這個盤打的動作 慢慢走 喔 車就不會這麼晃 對對對 對對對 不會忽然 對對對 不要讓車子有這麼的不安定 其實它雖然在飄移 可是它是持續的 對 而且它是 可能壓著一邊 對壓一邊 是保持在 保持在那個壓的感覺 對 沒有那個 對對對 很近 那種狂 其實是很 很順暢 對 所以其實 不是說要多少速度 才進去 對不用不用 其實都是慢慢的 其實慢慢的 反而製造更大的漏差 繼續 繼續 再來 對 有像喔 有像 有像 350度 沒有360度 OK 好 還有一個眼睛要看 好好好 對 眼睛要看的椎筒 它才會繞 好 油門再大一點 不行 我有看著追 所以 不會離開 可是就像你講的 忘記動作 打的方向 忘記腳要踩 腳踩了以後 忘記反打 反打 對對對 所以這是一個平衡而已 OK 好 光甩一個定員喔 就超級有難度喔 真的是 這個月也沒辦法畢業了 哈哈哈哈 一般啊 算 統哥這樣子的 反應啊 跟他的 學習的能力啊 是已經超乎一個 20歲年輕人的 這個程度了 算是很快的 真的喔 因為正常到統哥這個程度的話 基本上都已經 上4到5堂課 也就是4天到5天了 那麼 因為他有很強大的 基本底子的關係 好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下一個課堂 是我們的 連續八字飄移 要由統哥 再繼續來學習 沒有 我相信 我今天喔 絕對不可能達成 不過我還是想要體驗一下 拜託教練 好 沒問題 好 這真的是要 一接一接練喔 這真的不是 對 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 一樣是同一個動作 對 好 我們準備 轉身 好 過來了 來 準備 轉身 好 好 來 準備 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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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手用的 嗯 就是 你把它做了一個 其實 做到 坐在車裡面的人 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對 其實你是完全 就是 車子是橫移 但是是非常smooth 對 不斷的不斷的不斷的 對 車這麼穩 可是如果你是 把很多動作銜接得很好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很順暢的一個 坐在裡面你就會覺得這個車子是一個很順暢的 對 實在是太厲害了喔 其實呢 統哥光做一個定員 就已經搞不定了喔 那剛剛 教練示範的這個 繞八字 實在是太厲害了 如果要練到那個 可能 那個月底喔 都還沒辦法畢業 可是 教練說還有好多課耶 還有什麼 喔 後面還有十幾堂課喔 還有 彎中換檔 角度借位 然後長距離微旋 還有長距離漂移 還有 許多彎道的控制技巧 還有 很多安全的 控制技巧 喔 欸 大家有沒有興趣 跟統哥一起來 當同學嗎 跟統哥一起來當同學 好 而且 那個課程完成以後呢 還會有 漂移選手證照 還有證照 對啊 哇塞 太厲害了 統哥四十年來有沒有聽過 漂移選手證照 對啊沒有耶沒有耶 所以喔 大家喔 一定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喔 一定要來 大家一起來學漂移 接機 populace 自由 整個 ostmail angla